川普料化习近平,别捣乱金正恩支持度飙升,要暴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新平壤之行,未能见到金正恩,不过川普总统表示,对金正恩推进无核化有信心,并发声警告中共不要从中作梗,此外前朝鲜驻英国副大使泰永浩分析认为,如果金正恩在川金会后因不放弃核武,受到更多制裁金正恩, 刚飙升上来的支持率,汇报跌另据日媒报道,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北京明确的释放打朝核牌的信号,也有证据显示出,中共正在缓和中朝边境贸易情形,这并非美国所乐见的,举行南北首脑会晤,已经过了两个月,举行美朝首脑会晤,也已经过了三周的时间,可是朝鲜却一直推迟,无核化过程 川普推特留言,中共可能对我们跟朝鲜的协议施加负面压力 7月9日上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我有信心金正恩会尊重我们签订的合约,而更重要的尊重我们的握手 我们同意了朝鲜的无核化 在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对中国贸易的立场,中国可能对我们跟朝鲜的协议施加负面压力 希望不会6月12日,川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之后,只有发布共同宣言 宣言当中也没有川普,本来强硬要求的ZZID也就是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只有比较笼统的无核化说法,川金会联合宣言说,川普总统承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主席重申,他坚定并且不可动摇的承诺来进行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中有主要四点 一,美丽坚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依循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渴望,致力建立新的美朝关系 二,美国与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持久且稳定的和平政权 三,再次确认2018年4月18日,坚属的板门店宣言 朝鲜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全面的无核化四,美国与朝鲜承诺搜寻朝鲜战争的战俘与失踪士兵遗骸 并立即归还身份,已经确认的一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还说 中国可能因为美中贸易争端而对朝鲜施加负面压力,让美朝谈判破局 而继上周美中双方正是对对方征收高关税之后,虽然纳斯达克指数仍然持续上扬 不过7月8日星期天,美国摩根什坦利摩根斯坦利对投资人提出警告 美中贸易争端将冲击美国科技股 摩根什坦利下调科技股评级建议减持科技股票 前朝鲜驻英国副大使泰永浩,朝鲜坚持和试验民众支持率将下降 7月9日韩美北韩日报发表 前朝鲜驻英国副大使泰永浩的分析文章,提为金正恩应表现出最起码的诚意 泰永浩文章分析说 金日成金正日时期,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率一成不变在川金会后 朝鲜百姓们相信迟早会解除对朝制裁正常开展煤炭、矿产、海产品等出口工作 派到国外的劳工也不会再被遣送回朝 据对朝消息人士介绍在这种期待下 人们对金正恩的支持度急剧上涨 在朝鲜如果领导人的政策导致生活水平上涨了 人们对领导人的支持率会上涨 但因为对朝制裁等原因,生活变得艰辛 人们对领导人的支持率则会呈现下降趋势 这种现象表明 朝鲜也逐渐摆脱孤立和封闭的现状了 如果今后几个月内对朝制裁没有得到缓解 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对金正恩的支持率 也会再次下跌不久前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们统一战线 向上院提交2018年对朝政策监督法案 要求每30天报告一次跟朝鲜的无核化协商情况 这证明了上述的可能性日媒 北京量底牌将重视运用手中这张朝鲜牌 根据周日新闻报道指出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 北京在经贸领域处于劣势 必将重视运用手中的这张朝鲜牌 以其来与美国抗衡 近日中国舆论监管部 在网络上封沙拉金三胖等 这些对金正恩和朝鲜体制不满的关键词 另外中朝边境的经贸情况也日趋活跃 且丹东房价亦飙升了 有数字显示在今年上半年 中朝贸易增长了约10.5% 中国资本与热钱正大量涌入此地区 这显然与美方对朝制裁的立场相违 贝勒有分析 指称于中美贸易战背景之下 北京有一款和中朝经贸 似乎正在将朝鲜视为打贸易战的底牌 与此同时在7月7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访朝之后 朝中社却发表了朝鲜外交部一位匿名官员的声明 直接攻击美方所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一种强盗的要求 甚至还威胁朝鲜可能会动摇 无核化意志日媒 说北京是朝鲜无核化意志倒退的祸根 而独卖新闻也援引中朝两国多位匿名人士的话 报道6月金正恩第三次访问中国时表示 经济制裁令我们感到极度的痛苦 希望中共能够帮助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措施 据说北京回称积极支持朝鲜的改革开放 议会主动配合相关行动 针对朝鲜的威胁巴日蓬佩奥抵达日本后 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实施对朝制裁 要一直到金正恩答应 最终无核化实现为止